哈喽大家好,我是丹凤 欢迎来到The Secret Wine Society 中文区 跟丹一起学习葡萄酒 从葡萄酒杯领略世界各地 好久不见 然后我们今天要去的是 C Lab 首先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酒 给看一下 它的酒的标签 非常的简单 明了 今天的这一款酒是 Cinomabro 这个是它的葡萄 黑喜诺 然后2018年 产区是Nousa 那是 希臘的北部 然后它的酒精是 12.5 然后这个酒商是 Viani Nousa 是一款 非常简单的 入门款 但是我很喜欢它的标签 简单明了 这一款 它的 Cinomabro 翻译过来就是 黑喜诺 然后希臘语的是 Black Acid 或Acid Black 所以它的特性 就是高酸 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颜色 它的颜色 它的颜色有一点点那种 宝石 然后是那种 带一点点砖红色 是那个 比较淡一点 但是很漂亮的那种 Gaulic 宝石的颜色 很漂亮 这一款它是在那个木桶里面 乘量12个月 然后在酒瓶里面6个月 然后才上市 然后 它的价格非常的亲民 在我们店里面 低于20美元 我们先闻一下它的气味 就从这个气味 那个 钱你就值得回票价 它的香气非常的迷人 让你一直想要把你的鼻子 那个放进去 然后有一点点 甘玫瑰花香 又有一点点 那个 那个野莓 的香气 然后 还有一种 一种那种新鲜的 烟草味 比较淡淡的烟草味 嗯 嗯 很有果粒的一个 一款酒 它的那个酸度很高 但是是那个有那种野黑莓新鲜的黑莓 如果你们有采过黑莓 在Oregon有很多那个Wild Blackberry 刚刚那个那个刚刚成熟 但不是非常成熟 所以它有一点点那种酸度高在上面 然后它的那个丹宁是那种比较细腻的丹宁 不会让你很想要那个那个扎嘴的那种丹宁 是比较细腻的 然后它的口感是那种比较有活力 是个那种比较新鲜的那种口感 再试一口 香气真的很厉害 好喝 然后这一款如果你要跟食物搭配的话 跟那种羊肉啊 或者就是简单的牛排跟那个salt and pepper 一起也很好搭 然后它如果你很喜欢那个 Kinot Noir或者意大利的Nebbiolo 你会喜欢这一款希腊的Zeno Margo 如果你想要学一学常常看的话 这个是还不错的入门款 又不会让你花大钱 然后今天非常谢谢你们跟我一起学习葡萄酒 超久不见的 然后谢谢你们跟我一起学习 希望你们会喜欢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